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10日报道 以色列议员雷维塔·戈特利夫称 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动突然袭击后 以色列方面应该毫不留情地动用 捷里克弹道导弹一平加沙地带 报道称 这名议员所属政党是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 当地时间10月9日 戈特利夫在社交平台X上发帖文写道 捷里克导弹 捷里克导弹 战略预警 世界末日武器 这是我的意见 RT介绍称 捷里克是以色列一款弹道导弹的名字 其最新型号能够打击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 随后在10日 戈特利夫又发帖叫嚣 摧毁和一平加沙地带 他写道 只有震撼中东的爆炸 才能恢复这个国家的尊严力量和安全 是时候亲吻世界末日了 无限制的发射强大的导弹 不只是一平一个社区 而是摧毁和一平加沙地带 否则我们就是什么也没做 不是用口号 而是用穿透性的炸弹 毫不留情 RT称 社交平台X对戈特利夫的这条帖子进行了限制 标记其为可能违反了X平台 反对暴力言论的规定 但并未将其移除 在其他多个帖子中 戈特利夫敦促以色列政府 无情地炮击加沙 并要求政府下令毁灭加沙 当地时间10月7日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向以色列控制区发射数千枚火箭弹 并派出武装人员 随后 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展开多轮空袭 综合外媒报道 巴以新一轮冲突 死亡人数已超过2100人 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 瓦法10日称 自本轮冲突爆发以来 以色列的袭击已造成 加沙地带9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约4500人受伤 约旦河西岸有22人死亡 约150人受伤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 新消息报等已没消息 截至11日 哈马斯的袭击 造成至少1200名以色列人死亡 超2900人受伤